头余法力 恶性呕吐 然后大令的掉头发 眼睛方面就是疼痛 就是刺痛张不开 红肿刺痛张不开 然后又是视力受损下降了 店长16号下午去后厨 拿了一些东西 呆了大概有十多分钟吧 然后他就开始脸上脱皮了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是因为 我开那个紫外线灯的缘故 所造成的 从29号 11月29号就开了 然后一直开到的是 11月6号 每天被照射的时间是9个小时 总计是72个小时 当时谢女士反映 其他同事由岗位调动 她是被照射时间最久的 医院诊断出来 有电光性眼炎和皮炎 紫外线灯是被人误开的 开关和所有的钢块是混在一起的 开关的地方 也没有做明显的标记标识 一般店里的开关都是谁去开的 这个也是早上谁去了谁开 在我8号去医院的时候 是店里然后到随后我请兵家的几天 然后店里人对我不闻不闻的 我希望这种此类事件 就是安全事件 不仅在那个汪宝来不会发生 然后在其他的公司也不会再发生 然后也希望我这个事情 他们会给我一个交代 节目播出后 汪宝来方面联系了记者 再次来到杭州上城区 来福市中心里的汪宝来高点店 这回我们去后厂区域看了看 当时是这样的 灯是独立开关区分的 然后是因为时间用久了 它这个字磨损了 所以说并不是看得很清楚 然后这边你看 这些我们贴的都是有痕迹的 因为字磨损了以后不是看得非常清楚 那磨损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还是看不清这个标识的区分的 磨损的话应该是 我们这个新的小伙伴来之前 就已经磨损了 来之前这个灯我们 我们规定都是由后厂经理开的 那后厂经理也是因为 在这个小伙伴来之前 因为临近过年嘛 他就离职回家了 进来的小伙伴和那个其他门店 过来的小伙伴 他对于门店的动线啊 这些不是很清楚 业务不是很熟悉 对 那你们调查下来 他一共被误开了多少天呢 29号到8天 每天都开了吗 对 紫外线灯就在员工操作台的正上方 于经理说 店长平时不太进入后厂 所以到第8天才发现情况 因为那种时间可能假流比较严重嘛 他们可能以为不是紫外线灯的缘故 那看框线什么 应该也是能发现的吧 为什么8天都没有察觉出来不对呢 店长可能因为他 主要的还是负责前厂的管理 那么这一块可能也是店长的输入和失职 于经理也是第一时间赶到门店去询问员工的身体状况 那当时呢我们发现后厂还有两个男生 还有一个女的小伙伴 他们那个手上都有一些脱皮啊 于经理介绍谢女士的入职培训还没来得及进行 当时后处理一些其他门店戒掉过来的老员工也因为忙着干活没有注意到紫外线灯开着 公司是2023年12月13号得知情况的之后就一直尝试联系谢女士 13号当天我们也电话联系她 然后呢微信联系这个小伙伴 包括短发短消息给这个小伙伴一直是没有回复的 那么我们在15号的时候 公司知悉她在抖音上面发布一些关于就是此事件的事情 那么我们用抖音的官方号去回复她 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然后我们也积极的表态 想帮协助她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 这次谢女士因为身体状况没有到场 短信记录显示 2023年12月13号 一位自称是汪宝来的经理 询问谢女士的身体状况 表示希望沟通 12月21号谢女士回复 身体不适 最近电话比较多 有什么事情 发消息说明 她说之前有给你打过电话 但是你电话一直没有接通 那都是13号之后的事情 长长一周左右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联系 为什么前面的话没有找过她 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谢女士这边提交的并假单 上面是没有 就只有在第三次提交并假单的时候 是有并假单的一个角 上面是写着电话信演员 因为其他的并假单上面都是没有医院的诊断说明和那个 建修证明的 然后我们也不敢恶意的采毒 谢女士身体状况 谢女士提供了第一次并假申请的截图 是2023年12月8号提交的 请假室友中提到 被电里紫外线杀菌灯照射八天 医院证明也没有 我们并不能够去恶意的采毒 到底是多严重啊怎么样 那可以问一下她 就我的意思是 她既然提交了这个并假单 那可以打电话跟她问一下 或者通过电厂问一下 她到底是什么情况吗 这个可能我们电厂是没有 没有跟谢女士在沟通的 我们一直是想积极地处理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该承担的责任 我们不会逃避 就是像比方说工商鉴定 医院的看病 我们这边所有的责任 只要是我们该承担的 我们绝对不会逃避 谢女士表示 她希望所有商家都能够言以为戒 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腰包黄剑记者报道